因此 成龙决定带队到瓦里神山的山谷 进行垃圾清理工作 在山的背阴处 气温非常低 五 六 七 十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好 这样子 再来一次 二十下 一 二 三 四 七 八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现在我们一起去捡垃圾 好不好 好 转身 走 这条地处偏远的细小河流是蓝沧江的源头 但即便是在这里 垃圾问题也非常显著 小心啊 你们小心 安全啊 可以捡起来就捡 捡不起来就别动了 伤到手 垃圾也会像水流一样 从高处累积到河谷中 最后被冲刷到下游去 你们把这些塑胶瓶子 捡了 等下我们可以把它磨碎了 可以重用 知道吗 知道 好 知道 好 但这不仅仅仅是和明星一起出游的一天 成龙深吃自己的影响力 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楷模 我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我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今天 这会成为他们人生中美好的回忆 你们觉得捡这个垃圾有没有意思 有 有意思 为什么要捡垃圾 保护环境 干净 因为这个地方是你们的 如果我们污染了这里的水 那么我们也污染了下游的水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 因为孩子就是未来 加油 走 在短短几分钟内 孩子们就被回收机捡了许多塑料垃圾 成龙带他们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一 二 三 我认为环保英雄不是只一个人 好听吧 黄千志是所有人的代表 我们需要像他一样的环保英雄 就像今天 我们去捡垃圾 没有人记得这些孩子的名字 他们只记得今天早上成龙来捡垃圾了 其实不是我 是这些孩子 我们想做的是 利用我的名气 黄千志的理念 向全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所有人都是环保英雄 在当今世界 我们的确需要许许多多的环保英雄 关注里面 黄千志是一个人的信息 黄千志是一个人一场也有 GA